好,现在我们的讲座正式开始,有请袁胜老师。 大家好,谢谢船长的教育平台,也谢谢大家的热情和信任抽时间来听这个讲座。 但是呢,因为每个孩子的背景、成长环境和家庭的价值观、客观条件不同, 今天讲的这个深度母语学习方法呢,不一定适合每个孩子。 在这里呢,也谈不上给大家什么指导,只是说是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十几年来我们认认真真真的研究的这个课题,就是语言的母语化。 希望呢,在今天给大家只是拓宽另外一种思路。 首先呢,大家就是这个概念,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母语的概念。 实际上,母语的准确概念是什么呢? 母语是儿童早期,就是青春期前接触学习并掌握应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 因此呢,单语、双语、多语的母语化。 所以呢,母语不一定是本民族的语言。 一个人呢,在这一生中可以拥有两种或更多的母语。 这是一种不需要翻译和过滤的语言的天然使用。 有一种说法就是,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呢,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语言天赋, 而是因为为生活环境所迫的,就是说居住的客观环境。 但是呢,掌握三门、四门、五门语言的人就不同了。 他们通常是通过自身选择使用三门以上的语言。 其实这是一种奢侈的选择,所以我们称多语言母语化是教育的奢侈品。 多语言母语化呢,实际上和智力、语言天赋和教育, 当然还有经济条件都有的很大的关系。 因此,就是能实现多语言母语化的受益,就是非常之大呢。 昨天在群里看到有人说母语应该是就是亲妈吧, 然后可能还有继母啊,什么后妈之类的。 但是呢,有一点还真是,实际上小时候认妈都亲。 我大概,我们进行了大概十年左右, 就把这个多语言母语化这个项目呢,是形成了一个系统, 而且在实验中总结出相关的一些标准数据什么的。 所以这个多语言母语化呢, 就是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讲的呢, 不是自然像欧洲那些孩子一样, 或者有条件的家庭那样, 自然而然的形成的一种三语以上的母语化。 我们实际上是人为的设定一定的环境, 模拟一定的环境来形成的多语言母语化。 实际上这个里面包含了曾经是语言教学, 然后还有愉悦性语言教学。 魁北克,加拿大魁北克呢, 也是这个多语言的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城市, 然后呢,曾经是语言教学呢, 也是这儿的发源地。 所以当时呢,我们是有这个条件, 我大概2003年吧, 就是首先是有一家政府拨款的这个算是家庭幼儿园, 但是是九个孩子必须配备两个老师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实验室。 然后呢,2007年呢, 又成立了一个语言俱乐部, 然后还有后来建了一个私立幼儿园, 所以有这些实验室呢, 也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当时经过几年的实验以后, 我们2011年实际上是一个团队, 把这个项目做了一些, 就是做成了论文, 像就是当时也是事实嘛, 就就往国家, 首先是加拿大驻, 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教育教育科他们, 我们包上去, 包上去以后, 他们报到了教委, 教委呢,教育部。 所以2011年呢, 国家教育部和科委他们成立专家小组, 所以对这个项目进行了评估和考核, 最后呢, 把这个入围吧, 算是入围选入了海外高科技优胜奖, 但是当时基本上优胜奖, 高科技优胜奖, 大家一想就是生物医学, RT产业, 但是像教育呢, 实际上很少授予国家海外高科技奖的。 2011年, 实际上国家教育部当时是代处长, 代队来魁北科考, 2012年来的考察这个项目, 而且他们实际的做了一些访问调查, 然后就特别想把这个项目引进国内, 当时国家给了很大的优惠政策,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国家投资来继续把这个项目在国内继续研发, 然后在国内落地, 但是当时我们就是这个项目不算太完善, 不算太成熟一些标准, 不算太成熟这个理由, 就会教育部说我们继续在这边再做实验, 然后呢, 肯定要退回中国的。 现在就讲这个为什么想到了这个项目, 为什么就是说却会做这个项目, 因为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数数是, 数数这个操场有多少人, 或者是这个教室有多少人的时候, 那么习惯肯定因为在那个英语场合或法语场合首先要数one to three, 然后但是数着数着呢, 像中国人华裔, 我估计像我这样的马上就会一着急, 就不行汉语来一遍, 汉语比较准确。 我们有一个就是韩国朋友, 他特别有意思, 他前两天跟我说, 他实际上他来得很早, 十八九岁就来了, 在这边受的是这边的大学教育, 所以他的英语很好, 就是专业学习各方面都没问题, 但是他说他来了三十年了, 一快速说英语, 他经常会把chicken, kitchen混, 然后tomato,potato也混, 所以这就是一着急, 他的母语不是英语, 这就是大家听电话, 寄电话的时候, 比如说是用阿拉伯数字12345, 那么大家很容易, 即使中间有人打断一下, 也很容易寄下来, 但是如果是英语法语, 是数字对你来说都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 而且寄个数字没问题, 但是中间一旦有人打断, 那么再回头的话, 是不是汉语还是最简单的, 然后英语和法语的话, 就很容易丢失了, 就不知道到哪去找了, 再说我们因为当时有幼儿园嘛, 在幼儿园一线工作, 所以蒙特利尔幼儿园吧, 就是真像个联合国, 九个孩子来自全世界各地, 就是经常的, 什么非洲的也有, 欧洲的也有, 葵瓜也有, 然后美国英国的, 有时候反正就至少至少, 每九个孩子, 每批孩子都能来自四五个国家, 从这些孩子身上, 让我特别特别感触特别深, 特别吃惊, 就说有时候孩子来了, 他不管他的母语是什么, 他在幼儿园, 他说他, 他肯定一来他是说他的语言的, 然后也不管他, 就是说他父母是坚持让他说什么语言, 来了三四个月以后, 大家之间就互相听得懂了, 那我们说法语英语, 他们也明白, 特别孩子之间特别奇怪, 孩子之间有时候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 我觉得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互相会明白, 他们有时候说的语言说实在的, 我也不算太明白, 但是他们就是一般的有些孩子比较活耀一点, 大家就容易就是跟他说他那种语言,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磨合以后吧, 他们是, 就是有些他模仿的, 比如说是到了魁北克来, 模仿法语, 他们模仿的很像, 而且呢, 经过四五个月以后, 基本上就能开始准确的应用, 就是说他说的时候是有意义的, 还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当时我妈来我们这探亲, 因为他是老师, 所以他觉得他比我们都有经验, 他乐于在幼儿园里待着, 但是呢, 在幼儿园里呢, 肯定因为我们当时是政府补贴幼儿园嘛, 上面有监督机制, 很严格的, 幼儿园老师是应该讲英语或者法语的, 但是呢, 那我妈来了, 他肯定是讲汉语, 所以他就避开了家长接送的这一段时间, 然后他还是要到幼儿园来, 他就这样, 也没刻意的去教孩子什么, 就是平时就是比较爱管管那些孩子有些事情了, 然后六个月以后真是奇迹发生了, 大一点的两个孩子, 我当时印象特别清楚, 一个是印度籍的小女孩, 一个是法裔和意大利裔的混血吧, 他们明白, 听得懂很多很多的汉语, 而且呢, 他们都, 因为我妈说话声音带点倾倒口音嘛, 所以她都能听得出她在讲什么, 他们互相之间是明白的, 像六个月以后, 他们简单的对话, 他们会了很多, 像几岁了, 出去玩了, 吃饭了, 我不要这个了, 我还来不来了, 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突然就会了, 实际上我们还是, 当时还不, 还是让老师, 让我们他们是不要在这里多说汉语, 我自己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呢, 也借鉴了就是说, 魁北克, 就是蒙特利尔的咖啡学习,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咖啡学习, 法语的体会, 因为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当时咖啡学习呢, 完全就是曾经是母语化学习, 当时我学了六个月, 我完全可以和家长和老师用法语来交流, 像有些词汇, 我根本不会写, 也不知道就是说语法句子啊什么, 都通通不知道, 但是我会说, 像阿拉麦宗, 阿西德布, 这些东西张嘴就出, 但是我真实就不会写,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太多的接触这个母语化这个概念了, 当时呢, 因为女儿正出于语言发展的最佳年龄, 那么呢, 我就想看看研究研究这个儿童语言这个方面, 很有意义, 实际上我们最早的俱乐部呢, 只有两三个的小女孩, 当时就是四岁到五岁, 但是呢, 坚持了很长时间, 一直坚持到, 坚持了十年, 一直来加拿大, 来多伦多之前还在坚持, 就这样形成俱乐部以后, 就这么, 当时呢, 以英语为主线呢, 首先是实现英语的母语化, 后来慢慢加入了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 意大利语, 后来呢, 就是, 后来我女儿, 她自己, 自己又非要再选一个拉丁语, 她自己, 自己学了两年, 所以呢, 她这几年下来, 她是总共接触了七种语言, 实际上, 像我们的条件呢, 就是说, 自然形成的话, 那么就是说, 英语, 法语, 汉语可能是自然形成, 但是在, 在蒙特利尔这种情况下, 英语的母语化很难实现, 当然, 就是停留在, 最基础的这个, 交流阶段呢, 母语化是容易实验, 但是深度呢, 和, 和多伦多的法语是一样的, 很难实现这个, 这个母语化深度, 甚至第二级都达不到, 当时, 我们就是说, 下聚新研究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也找了, 蒙大奎大的一些, 语言学方面的教授, 进行了项目的探索, 和可行性分析, 所以他们都非常支持鼓励, 而且在一些资料上, 像那个, 斯巴尔领事馆, 像, 像德国, 德国他们学校, 我们这几年都有保持很好的关系, 一直他们在提供资料和材料, 一些, 甚至一些机会, 都在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 就是, 科研的这个资料吧, 实际上, 这个, 大脑神经科学, 科学家发现呢, 如果孩子, 在十个月以内, 能够接触到两种以上的语言信号, 那么呢, 这些语言信号呢, 会让它形成原始的记忆, 儿童期呢, 学习第二语言, 第三语言, 第四, 第五, 第六, 大脑呢, 就会分区去储存这些语言信号, 嗯, 所以, 像, 像我女儿, 因为像我女儿, 包括那个, 他们那些, 爱吧, 这些小女孩, 他们因为接触这些语言比较早, 他们的这种语言呢, 是随意可以转变频道的, 就是根本没有滞留和翻译的过程, 当然也没有任何口音, 这点比较重要, 差一个, 嗯, 就是, 我不知道是说笑话还是什么的, 嗯, 有一个, 前一段时间有个表姐夫, 表姐过来, 就说表姐夫脑欲血, 然后突然呢, 汉语, 失语了, 就是, 就是说不出来话, 但是呢, 说英语, 哎, 我觉得特别神奇, 特别奇怪, 我说你, 你这个应该, 应该报, 报上面啊, 太, 太可贵的一个资料了, 因为她英语呢, 她是老牌大学生, 英语呢, 底子也不是太好, 就是科技英语嘛, 但是呢, 她那个生病的, 那前一两个星期呢, 她汉语不说, 真是不认, 不认, 她就光说英语, 所以我觉得, 人的大脑, 很神奇, 所以, 这个, 语言出现什么样的奇迹, 在学习语言出现什么样的奇迹, 我们都不吃惊, 就是说, 而且呢, 孩子这种发展呢, 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预计和想象,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能力是退化的, 一般认为青春期是个界限, 年龄越大呢, 语言的学习对于母语的依赖性越强, 最后呢, 只能按照外语的学习方式来学习了, 所以早期呢, 如果家长呢, 能够按这个母语化方式来, 让孩子学习语言的话, 那么呢, 它的效果呢, 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儿童早期的语言发音能力很强, 能发出很丰富的声音, 而且对语言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很高, 但是过了十岁左右吧, 我觉得牙齿和口腔呢, 基本上发育完全, 就是很难发一些在这个自己母语未接触, 就是说十岁之前没接触的一些音音了, 这个我想周围的家长应该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我听Apple Beat的有些家长说孩子学法语, 或者是西班牙语的时候, 那个F那个音, 我也是发不出来的, 就是它那个比较难发嘛, 但是从小学法语的那个孩子呢, 这些孩子呢, 那F音就发得很好, 而且呢, 他们学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的时候, 那个音都不存在问题, 但是中国孩子, 来得晚的孩子的话, 那个音的确就是发不好, 所以像我们, 就是来看这些孩子呢, 早期进俱乐部的孩子呢, 就是不论接触多少语言, 而且不论其中语言怎么交叉, 他基本上各种语言, 基本上没有口音, 原汁原味的, 特别是他这个, 而且在应用的时候呢, 像我女儿, 她自己的感觉比较深, 她就说, 她就说像她在学校里, 学这些语言课的时候, 她说班上的同学, 基本上都是要靠记背, 做presentation的, 她说她都不用, 她基本上有个刚刚知道, 想说什么就说, 她就如果沉浸在那个语言环境中, 她马上就是转移为, 她为这种语言, 为母语, 母语化学习和这个认知性学习的基本, 基本就最基本的差异在哪呢, 就是说母语化学习呢, 它是按照猜测, 形成条件反射, 然后建立语言区, 实现语言思维, 然后应用, 而且认知法学习语言呢, 完全是靠记忆储存, 变成知识, 然后应用, 刚才正好那个上面, 有个家长说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正好也要讲这个问题, 所以由于儿童在学习过程中, 不但要建立第二, 第三种语言系统和信号, 而且呢, 还要在集中语言符号系统之内, 进行频繁而迅速的语言转换, 所以早期的这个学多语言的孩子呢, 可能会很暂时, 很短暂的轻度的之后, 因为他当时是交叉嘛, 从蒙特内尔来的家长, 我觉得肯定也有感觉, 当时就是一两岁的孩子, 说话晚呢, 有的是因为他是集中语言信号, 在他大脑中交叉, 但是过了这个时期, 他不但不会对母语产生长期的负效应, 这个融入是这个, 儿童在集中语言信号的反复交叉刺激下呢, 智力已经得到了证实是, 智力是提高和发展的, 而且呢, 融入是学生的思维敏捷性呢, 理解性和判断力呢, 都优于单语的孩子, 一位认识神经学方面的专家, 他的研究表明呢, 从孩子幼小的时候经常使用多种语言, 对大脑的发展呢, 是有积极的影响, 他不但能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 还是大脑呢, 就是从这个生理结构上发生正向的发展, 这个理论已经得到了很多方面的证实, 就是说加入第二种语言, 第三种语言, 甚至第四第五种语言, 不会削落任何另一种其他语言, 就是第一语言, 那么第三语言说不会削落第二语言, 第一语言, 它不是像个就是天平秤一样, 要balance, 那个早期的完全融入呢, 它实际上就是把人没有使用的大脑部分调动起来,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呢, 虽然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早教系统, 而且在这边学的教育嘛, 所以对儿童发展评估这一块, 特别是语言评估这一块, 还有早期语言干预这一块已经比较熟悉, 但是呢, 这个语言的母语化系统的这个评估呢, 对我们来说也是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 因为单一的母语化评估比较成熟, 但是第二第三第四种语言的交叉评估呢, 就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而且这个母语化评估呢, 它和这个认知性评估又不一样, 比如说是生活类母语化评估, 文化艺术类母语化评估, 它分很多很多方向, 就是说这个母语化呢, 它的应用范围呢, 十几个, 二十几个, 三十几个, 你怎么设定, 它这个范围是很广很广的, 就是说你可以无限拓宽, 拓宽到任何百科, 我们这几年就是说当时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就分了大概二十六大类, 每一大类呢, 又分了五六种方向, 所以呢, 就是当时进行母语化渗透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按照各类各类的设定一些场景环境, 让孩子在这个活动中, 就把这个语言, 实际上语言自然的, 就是融入, 那么大家实际上这个母语化, 母语化概念呢, 是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母语化程度, 就是说母语化程度, 这是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像就是我们把它基本上分为, 就是简单点五类吧, 第一类就是生存期, 就是知道很少的词汇, 母语的人听起来比较吃力, 在生活中吧, 勉强的能买东西订票, 然后问路, 就是生存期吧, 可以生存, 就饿不死, 去指个路, 指个方向, 找个什么东西, 这个可以, 第二点呢, 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生活期, 基本的词汇, 像天气, 时间, 家庭, 衣服, 日常用品, 购物, 但时态呢, 可以忽略, 可以在这个, 这种语言环境下生存, 半点日常事务, 实际上, 我觉得一代移民很多, 也处于这种状况, 实际上, 我觉得, 我自己因为来到, 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大嘛, 嗯, 我实际上,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在第二集, 第三集中间混了, 第三集呢, 就是流利自如阶段, 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陈述事情, 看报, 看新闻, 但存在一些特殊词汇问题, 而且呢, 就是语法呢, 不能够完全性的表达, 但这个阶段呢, 就是容易引起误解, 就是好多人认为, 已经达到母语化了, 特别是学生, 学生七八岁来的, 然后到了十二三岁, 就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了, 母语化程度, 应该是够了, 但是呢, 实际上要是通过测评的话, 也只是达到了第三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有个例子, 就是说, 当时我们老大, 当时和一帮老外同学, 吃饭, 然后电视放新闻, 你看这个当地孩子特别融入, 就是说一直在盯到这个电视啊, 这样那样的, 而且要讨论, 我就发现就是说, 那么, 那有两, 当时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我们家老大, 一个是另外一个, 不知道哪个族裔的孩子, 他们两个呢, 就是说, 好像是在圈外一样, 实际上他就是对电视里那些新闻, 就是不理解, 那种文化不了解,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期间呢, 实际上比较重要, 这个期间呢, 如果做深度的母语化呢, 他会再提高另一个层次, 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辩论期, 就是遇到问题呢, 为自己辩护, 当然我不是说, 就是平时日常生活的, 你好我好的这种辩护, 它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文化, 开始互相作用了, 当然这种辩论, 我不是说的, 就是说大家什么debating, 现在就是为了考试这种, 那个为了升学这种辩论, 他这种辩论呢, 就是说你为了自己的观点, 就是像比如说, 像上法庭, 你有什么问题了, 那你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defense一下, 所以这个阶段呢, 是母语化的第四个阶段, 然后第五个阶段呢, 就是真正的本土化阶段, 这个阶段呢, 最主要的是文化很重要, 就是这时候呢, 母语化的人认为你也是母语了, 所以我们对母语化的评估, 传统的考试评估有所不同, 语言的母语化学系, 虽然不像应试考试那样, 立感见影, 而且它的过程呢, 是个后继波发, 水到渠成的事, 现在实际上越来越多的, 这个语言测试呢, 都涉及比较深的人文知识, 所以呢, 就是说, 考察孩子这个语言母语化的这个成分越来越多, 那么就像他们母月份孩子去考的这个AP考试, 西班牙语和法语的这种考试, 他说的就是阅读和口语部分, 基本上都是一些文化背景的这种测试, 像有些题目, 比如说是比较一下加拿大和法国的这个传媒, 然后比较一下这个西班牙和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说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几个大的节日, 有哪些, 然后比较一下这个几个国家之间的这个, 这个医疗系统, 医疗健康系统这些问题, 基本上这些问题就是越来越多, 这就是在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现在季, 甚至这个美国SET考试, 好多学生不是输在词汇和语法上, 而是就是输在英语的母语化深度和广度上,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在强调这个语言母语化的时候呢, 就是也鼓励学生们更多的了解这个语言背景, 比如说是北美文化, 风俗礼仪, 这个就是要避开这个语言和文化的这种脱节, 那么就是再说一件事情, 日常用的就是咖啡文化, 咖啡文化实际上是加拿大互相交流的一种非常普遍的这种方式, 喝咖啡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请你喝杯咖啡, 实际上就是想和你谈谈和你坐坐聊聊, 那个在咖啡店里看很多人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 那么就是说, 打个比方就是说对咖啡文化的话, 咱们咱们华人了解多少呢, 就是说很多人因为我有机会在我老公他们咖啡店学嘛, 所以就是说大部分发现这个亚裔的吧, 不光是中国员工包括印度的韩国的就点咖啡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regular, 然后要么就和朋友一起来, 一起来的时候, the same with my friend, 就这样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就是说一般的, 一般的像老白的话肯定是上午点那个light的咖啡, 下午呢点dark的咖啡, 然后但是一般的像我们理解呢light, 所以呢, 我是我们当时这个语言俱乐部呢, 就一个宗旨, 就是让孩子了解在家庭, 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就是任何方面, 就是不是说是为了掌握我们这种知识, 为了去考什么级别来做, 而且就是任何方面的知识, 只要是在家里, 在学校不接触, 我们就是匮乏的一方面, 我们都让这些老师, 就是木屿华这些老师给补上, 所以关于这个, 这个当时我们设定这个整个学习的这个方法和交换来说呢, 我们就是掌握了几种学习方法吧, 就是说用了几种理论, 一个是整体教学理论, 就是说语言呢, 不光是单纯的科学知识, 这语言应该是艺术, 它是方法不是孤立的, 它对, 它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很重视孩子整个身心智力和这个, 和这个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和社会的这种关系,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一定要愉悦学习, 愉悦就是说孩子愿意学, 高兴, 高兴来,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盼着来, 而不是说不喜欢, 他主动呢, 主动要来, 所以这种呢, 就是有效学习, 那个打开比方, 什么是无效学习呢, 有几个德国人在教室里, 那你每天都去, 人家德国人一直在说话,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实际上你听他们说一年说两年, 对你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再一点呢, 就是一定要语言互动, 语言互动的话, 如果要没有语言互动的话, 那么母语化学习就是无效的, 所以呢, 这个, 母语化学习, 当时设定孩子这种比例的时候, 我们和有关的这个, 这方面的老师也做了很多的, 就是设定, 就是母语教学孩子少了, 孩子压力大, 然后缺少一种缓冲的时间, 多了呢, 又不离这个角色的分配和互动, 就在这一点上说的, 为什么说这个看电视或什么的, 对这个语言的母语化是无效的, 但是呢, 它可以起一些辅助作用, 像原来我们学的中国那种学英语大教堂, 大教十一个班, 四十个五十个人, 那完全就是, 完全是非母语化的学习, 因为它一个, 一方面在讲, 一方面是火药的, 特别这个老师是火药的, 那么学生呢, 都是沉默的被动的, 他这个反而意志母语化的表达, 母语化的发展, 我们学习上就是说, 当时做了一些数据分析吧, 就是我们的结论是呢, 当时我们俱乐部呢, 每个星期是三小时一次, 我们就说, 我们每个星期三小时, 然后已经超过了, 远远, 这种效果呢, 远远超过了孩子在正常学校, 学外语的, 就是说每天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效果, 那么这时候家长可能就会说, 不会吧, 那我全是日学, 那还不如你们三个小时, 学习效果呢, 然后我们实际上算这个数据, 也是找了很多相关的人, 来计算这个数据, 那么呢, 我在这里可以给家长一些例子, 家长可以, 我觉得有些数据要好的, 可以回家自己算一下, 看看, 看看, 或者是你算的有什么好的结果, 就像说A组和B组, A组呢, 是20个学生的公小班, 老师是一对二师,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好的老师, 他讲课的过程中呢, 他对孩子的吸引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 就是说, 按照这个统计来说, 一般的老师, 他在这个学校, 就是这种加拿大这种结构的学校来说, 一般都是新知识, 一定要讲五到六遍的讲解, 因为所有的学生, 咱们想想咱们自己的孩子, 坐在教室里, 老师讲这个, 甚至有些老师说, 他们有些知识是要反复重复, 他们的就是过八九遍, 十遍的, 那么这个比例呢, 就是孩子这个, 注意力这个集中度呢, 到底多高, 所以这个数据的话, 是他们做过调查的, 能听到, 就是说他讲二遍的情况下, 能听到三遍的孩子不到50%, 能听到两遍的不到30%, 当时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问了很多周围的孩子学生, 包括我女儿, 我女儿一二年级的时候, 她自己那时候就很清楚, 她说我直听, 老师讲新课, 那言外之意, 她只听那第一遍, 然后后来几遍, 她是不听的, 但是老师呢, 还是需要照顾, 需要听一遍的学生, 和有些学生, 他需要听最后一遍, 那么所以呢, 一般的老师是要, 是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孩子在下面, 和他互动的呢, 占百分比, 那么就是每个孩子, 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了, 那么呢, 老师和孩子的互动, 应答的机会, 实际上是20, 每个孩子的机会只有20, 20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设定, 我们现在是六个, 六个孩子的语言结果部, 那么一, 这时候呢, 一般的老师调动孩子的能力, 能调动起, 就是六分之五, 一定是能调动起来的, 然后需要讲的那两遍, 实际上最多三遍是足够了, 能保证大部分孩子都经过, 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的稳固, 那么孩子呢, 交互应答的这个机会呢, 是六分之一, 所以呢, 孩子主动发起和参与学习, 学习的这个倾向比例呢, 比那边远远的高出很多, 那么呢, 就是说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计算一下, 这个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比例, 说到这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因为也来了讲紧20多年嘛, 从魁省到安省, 学习上说是曾经是英语, 陌生英语,陌生英语, 没有哪个学校能够严格的按照这种, 就是静母语化的方式去来做, 基本上停留在, 就是还是, 还是二外那种教学方法, 你像他们学西班牙语, 原来女儿在那还是好的私校, 那么一到四年级, 我看他那东西, 学来学去, 就是到四年级的那个讲, 讲义上还就是说教室, 桌子椅子板凳, 就是那么学, 然后我们母语化学的时候, 他们几个孩子的普遍反应是, 我在这里学一两个月, 都比我学三四年要学的要深, 就是能会说很多, 这就是呢, 我们实际上, 还有一个就是说语言的评估, 语言的评估是这个, 做多语言母语化的比较重要的一方面, 我们做语言评估的时候, 提上的是真实评估, 不是传统的测试方法和考试方法来考察孩子和老师, 传统的测评呢, 它主要是, 只具悬疑提供有限的数据, 在一个,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情况下来观察学习, 这种方法实际上不能够正常评估, 孩子是怎么解决问题, 和怎么和人打交道的, 就是说也是生活性很差, 它只能反映孩子在检测环境下的情况, 不能反映孩子在真实的生活环境下的行为,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了解, 为了了解孩子这个现在语言发展呢, 就是说给老师, 给这个coach呢, 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依据, 那么呢, 我们是严格的按照一级一级这个评估系统, 当然这个评估系统也是一点点满善的, 就是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学生孩子的真正的需求, 他哪一方面比较弱,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挺花时间的, 就是需要第三者, 像我这种不教学, 但是是要监督者来完成的, 最后呢, 再讲一下这个多语言母语化学习的物质, 实际上多语言母语化呢, 我在这里呢, 不是单纯的强调语言的种类和数量, 我觉得大家更要重视语言母语化的深度和广度, 那么呢, 就举些, 就是刚来的一些学生嘛, 实际上考试什么的可能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母语化深度不够, 对他的这个社会融入性就比较差, 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这部分孩子的的确确需要一些这个比较全面的母语化学习的训练, 那么实际上这种训练呢, 对他的这样说吧, 对他的应试考试也是帮助非常大的, 还一个误区呢, 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儿童适合母语化的学习, 但是呢, 越小的注入语言的种类的会越多, 更加广, 实际上每个人呢, 都可以就尝试着用这种语言学习来丰富自己现有的这个语言水平, 那么, 而且就是说要增加语言学习的广度, 因为身处非自己本土国家, 那么当地语言的这个融入呢, 是全方位能能帮助你这个融入这个社会的, 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最后我想说的是, 语言的学习远远比我们传统的这个百分之的这个分数更为深奥, 实际上我希望家长呢, 能够, 我们实际上在教育学上说就是, 就要摘下你文化的墨镜啦, 摘下你文化的墨镜, 让孩子呢, 更深入地了解当下社会的文化, 进行母语化深度和广度的训练, 让孩子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 最后呢, 我想让我一个朋友张亚敏女士, 她的女儿和女儿实际上, 她们是共同成长, 共同经历这种语言沉浸的, 而且基本上坚持了十几年, 因为她本身是学英语专业的, 而且是老师, 在加拿大待了二十多年, 所以她从语言文化的那种角度来, 她有另外一种解释, 所以呢, 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让她给大家讲几句, 作为第一代移民, 我们对这个语言的, 一直在采取自己从小受到了这个, 如何学好第二门外语, 我们通常的这种方式, 就是背单词, 强功语法, 那么在来到这个加拿大美国之后, 其实我们会把同样的方法给孩子, 发现学语言, 学外语真的是很枯燥, 那么碰到很多的家长, 有时候晚上, 问他们晚上干什么这么忙, 他们就会说, 那这个要辅导孩子语言啊, 法语, 每天让他背单词啊, 我当时就觉得, 因为我在这儿也待了二十年, 也是慢慢的一点, 从一个中国式的教育的家长, 慢慢的转换, 觉得孩子学语言, 其实真的是一种自然的能力, 千万不要把他当作艰苦差事来学, 所以袁老师这个, 他的这个教学的模式的学校, 那么法语就是经常, 夏天的时候把他送到这个夏明营, 那么自从袁老师想做这个试点,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就是投入的来做这个研究, 然后我们几个孩子, 其实是第一批实验来做这个事情, 真的效果非常之好, 事实上就是, 把他放到好几种的语言环境之中, 每个周末也就让他去接受, 有的时候西班牙语, 有时候德语, 有时候, 但是真的是他们, 好像他们很容易的就听懂了, 我就觉得也是真的很神奇, 所以经常连大艺术家也经常说, 我们应该向孩子学习, 这个孩子真的是, 哎呀, 真的是很有他的魅力, 我们大人是有的时候走偏了, 也注意到很多的父母, 真的是望龙, 望子成凤, 望子成龙, 这种心切的心情可以理解, 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中国家长, 真的是非常的焦虑, 刚来的时候, 总是孩子这个语言过不了关, 他们就采取这种到处请老师, 然后晚上呢, 就是让孩子背单词啊, 背课文啊, 我真的看到那些孩子们, 也是蛮可怜的, 五六岁, 晚上要花两三个小时, 和妈妈一起背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可能会扼杀孩子们对语言的兴趣,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足取的, 让我想起曾经这个看到的一则道家的故事, 事实上这个所谓大道之简嘛, 这故事真的很简单, 但是让人确定, 真的会应该思考一点什么, 如何在孩子这个年龄阶段, 怎么样去辅导他, 故事就是说啊, 当年孔子在一个地方是观赏风景的时候, 他看见水从这个食言下飞流直下, 那么水花四溅, 水流湍急, 也鱼儿也不能在里头游, 可是他看见一个人在水里去游的非常的, 他不知道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以为他要寻短见, 还让他的学生沿着水流去救他, 哪里知道那个人游了几百米以后就浮上去了, 在浮出水面还唱着歌, 就到岸上去劈头劈着攒发就离开了, 孔子追过去就问, 一开始我以为你是水鬼, 稀看你是人, 那我想知道你游泳的倒数是怎么修来的, 那么那个人就回答说, 我游泳啊, 其实并没有什么倒数, 只是安于水中顺其自然, 在游水中长大, 对水感觉到安实, 仿佛,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去做了, 这个就叫竖其自然, 同游泳一起入水, 同涌浪一起出水, 顺从水的规律, 而不实行个人的抑制, 这便是我游泳的方法, 我觉得这简直是太妙了, 这就完全是我们孩子去学语言, 应该尊选的一种方式, 好, 那今天可能就讲到这儿, 然后我看看家长有哪些主要的问题来回答一下, 提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孩子学习西班牙语, 然后, 对, 他提出这个问题, 实际上, 进行语言配置改革的时候, 也不是瞎配, 就是说, 当然孩子这个整个学习经历, 他都是有限的, 那么呢, 就是设计的时候, 他因为他有一分一些语系, 然后有一些语言, 也有他一些家族, 像, 学哪个, 然后背景是什么, 根据每个孩子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具体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就实际上, 真是要个例分析, 就不大好, 就是笼统的说, 应该是学哪种语言, 不应该学哪种语言, 实际上, Linda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女儿和一个阿拉伯女孩的故事, 这个, 这个在幼儿园很普遍发生, 因为往往的就是说, 嗯, 两个孩子, 特别有时候一名, 他有自己祖国语言吗, 然后, 有些孩子呢, 就是语言表达强一点, 就是属于, 属于强势方, 然后他就会带着另一方, 然后去, 学习理解他那种语言, 没过多久, 他们日常的这些, 就是小孩, 特别特别, 就是敏感对语言, 他们就, 有时候你就看没几个月, 那么他们互相说一种语言, 实际上, 他们互相之间是明白的, 那Linda说, 要不要刻意去学这种语言, 家长, 家长, 就是说没办法帮忙, 会怎么样, 我觉得, 这个东西, 学哪种语言, 不是说是, 短期的, 这样, 就是想想, 哎, 有必要就学了, 这个学语言, 就是借助哪种语言, 还真是要个体的分析一下, 就是说, 看看家长, 一定要有个长远的计划, 而不是说, 你要像这样, 学上一段时间, 不坚持, 或者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都不会坚持下来的, 所以是无效的, 所以, 如果要是想, 就是做多语言的话, 一定要个例分析自己, 就是说分析家庭背景, 孩子情况, 然后再做决定, 另, 另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孩子说四种语言, 好像是交互, 然后有滞后, 刚才实际上我讲过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滞后, 实际上时间长了, 它是互相促进的, 这个不用担心, 暂时的滞后, 反正这个, 这个已经很多, 很多科学文献, 已经做了比较成熟的研究, 还是回答琳达的这个问题, 她觉得她女儿这时候是到了一个平静, 实际上没关系的, 我们好多孩子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女儿比较经典的, 就是经常出现经典的句子, 就是总是一句话里边, 几种语言同时往外出, 但是呢, 过了这个阶段以后, 她就特别清楚, 然后跟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话, 然后, 就是转换很快, 基本上也越来越, 就是说不存在这种, 混杂着往外出的这种情况了, 有家长问到, 就是说这种母语化学习适合不适合成年人, 当然适合, 至于说成年人呢, 这时候是我们是叫矫正她的母语化的应用性, 实际上就是说修补一下, 但是是有效的, 刚才好像李轩轩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母语化看的文献是七年完成, 实际上, 实际上它母语化形成, 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来定的, 你对比如说是二十岁的人形成母语化的话, 他可能需要八年九年, 那么对五岁的孩子, 实际上对五岁的孩子定论是, 六个月实现半母语化, 然后一年实现母语化, 当然它这个母语化的深度呢, 它是局限在它这个年龄范围之内的, 所以这个母语化呢, 不是说是大家拿起一块比较, 是每个年龄段, 每个年龄段它有自己的深度, 所以并没有那个概念, 就是说形成一种母语化一定要几年几年, 那么这个就是说当然年龄越小呢, 它这个时间越短, 这个是有数据有时间的, 比如说八岁的孩子, 再就是有家长提问到, 同时几种语言进行的话, 会不会干扰之后, 实际上我们这个实验了很长时间, 我女儿今天我讲之前, 她还跟我说了, 妈妈你记得吗, 我有一两年的时间, 我是七种语言同时学, 实际上她那时候, 她觉得是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也没发现有任何影响, 因为当时都是在活动中进行嘛, 都是玩的, 比如说是她的钢琴, 完全是德语环境下来应用, 来学, 然后她唱歌吉他, 然后有一个西班牙语老师, 所以呢, 她好像她自己说, 就是说没有这种影响, 因为她很清楚的, 就是哪个语系哪个语言, 但是呢, 但是呢, 在学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时候, 她说有些混淆, 因为她觉得, 就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她这两种语言学起来的时候, 她一直有这种感觉, 呀这段时间, 西班牙语弄得深一些的时候, 她就觉得, 哎呀, 有时候说到说到, 就就, 嗯, 把那个说意大利语, 说西班牙语就冒昂一些, 然后说, 就是再过一段时间, 她那, 她两年的时候, 那两年, 她老师是想让她一年, 一年之内实现这个意大利语的流利, 那么她那一年的时候, 和老师互动就非常强, 然后她说, 经常都会参加一些西班牙语, 但是过了那个阶段, 是没什么影响的, 那今天要不就到此为止, 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对家长也是一下子有些心, 觉得要考虑考虑她是不是可行, 那么有些家长可能还要想一想, 所以等以后有什么具体问题, 咱们再详细讨论好不好, 谢谢大家, 所以你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是说, 因为这个评估系统, 刚才我没有讲得很详细, 所以这个母语化的评估系统和监督系统, 对这个狮子力量的要求很高, 那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 它要落实一些方法, 现在回答李萱萱老师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评估系统的这个建立呢, 没有详细谈, 实际上现在就是比较成熟的呢, 就是单语言的评估系统, 甚至幼儿从幼儿开始到成年, 非常成熟, 包括二外的评估也比较成熟, 但是就是第三第四语言的这个评估呢, 不是很成熟,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用几种综合的, 综合评估的办法, 一个是考察老师, 再就是评定, 就是分这个母语化评估呢, 就是不是说综合的这种一个概念的评估, 我们分了详细的十几个观察点, 像详细的说呢, 就是说像语言意识语, 每个观察点呢, 我们来定它的发展水平, 那五个发展水平, 那么这样细化的话就比较好做, 而且比较简单, 因为只考察单一的一项, 然后把它定几个级别的话, 标准比较好制定,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按这个来做, 就是这个语言评估工具呢, 现在我们就分细分为很多点, 大概十几个观察点吧, 就是说语言意识, 语言发展,